大家好 欢迎来到达达观世界 我是达达 带您看最精彩的世界 如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但这也导致了越来越多问题 其中环境问题最让人头疼 除了工业造成的污染 还有大家日常生活中的垃圾 给地球造成不小的压力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目前我国主要采用的是 掩埋和焚烧的方式来处理它们 可是垃圾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焚烧造成的空气污染和掩埋压力过大 逐渐陷入了一个死循环的过程 特别是在近年来 我国拒绝各个的垃圾处理厂后 更是让许多国家倍感压力 可是在欧洲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 依靠垃圾发家致富 如今年入百亿欧元 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这个国家就是瑞典 瑞典地处北欧斯堪的 纳维亚半岛的东部 与芬兰相接壤 是欧洲十分发达的国家之一 和工业加上瑞典人善于研究 在早期瑞典人就已经注意到了 垃圾的危害 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 瑞典还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垃圾改革 也正是有了这次的改革 让瑞典垃圾再不成问题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瑞典垃圾处理已经达到了 36%的回收率 14%的垃圾被作为肥料 49%被当作能源来燃烧 经用不到1%的垃圾来填埋处理 据说垃圾为瑞典提供了 超过1%的能源 也成功为瑞典创造了 每年百亿欧元的经济效应 要是我国也有瑞典 这项垃圾处理技术 我们是否也能依靠垃圾 发家致富呢 欢迎留下您的评论 本视频素材源于网络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分享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达达 我们下期再见